我们之所以会生病,是因为四大不调 静坐之所以会疼痛,也是因为四大不平衡 静坐疼痛的主因是姿势错误 肌肉必须使用过多的力量来称度身体 时间久了,自然会疼痛 人的身体由地水火风四大组成 人会生病,是因为四大不调 静坐不舒适,也是四大不平衡所造成 我们禅修的时候,第一个门槛就是会疼痛 身体不舒服,这是初学者一般会遇到的问题 我们常年在禅修的教学中 后来就运用佛陀的教法 地水火风的原理来解除禅修者静坐产生的疼痛 虽然它主要针对的是禅修者 可是在日常生活中只要知识不端正 风的受力不正确,角度不对就会疼痛 所以一般的疼痛跟静坐所产生的疼痛 它的原理,它的原因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简单来讲就是所谓的用地水火风来调理身体 主要是在经典中有说四大不调 身体就产生很多的疾病 如果四大调和了,整个身心就健康了 这个身心的健康有一个就是不会疼痛 那如何来说明呢 就是地大是物质的密度 所以密度大乃至于受力高 那它里面的水大火大风大 就会产生很大的压力 你当然就会疼痛 所以静坐乃至于一般的姿势 如何才能不疼痛呢 在地水火风的风大当中 有两个主要的力量 就是支撑力跟推动力 这两个力量是被我们一般人所忽略的 所谓的不平衡 指的是四大笔时间的差异过大 性广法师也透过图片和影片 为大众说明正确知识 对身体健康的影响 教导如何抬跨、驱蹲、四条调整带 以调整错误知识 引起骨骼歪斜的疼痛与不适 十方新闻记者 莱依荣桃源采访报道 即兴之后 你应该按照 帮助 对身体健康的疼痛与不适合